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今天一起思想 星期一分钟的主题是 打造天堂的话语 我们如何说出美丽祝福的话 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 打造天堂呢 我们发现有三种话 圣经鼓励我们说 第一个是感恩赞美的话 拿出彩笔 标示对方的善行 品格 身所赐下的美好 第二种话 是准确的应许 针对他深层的需要 宣告耶稣是他的满足 是他的依靠 第三个是说出荣耀 盼望的话语 在耶稣里 神给我们一切的应许 跟荣耀的美丽 期待帮助大家记忆 透过这个图像 让我们长期的感恩 是回到神创造的起点 神给他的美好 应许是人深刻的需要 在那个地方宣告 耶稣的实价 耶稣的安慰 盼望是对未来 对明天 我们可以大力说出 上帝要给人的更美 更荣耀的未来 我们来祷告 恳求主 帮助我们的话语 常常充满了打造天堂的话语 让我们的心 充满了感恩 赞美 也让我们起来 宣告耶稣 是人真实的满足 耶稣给我们 一个明亮 荣耀的未来 让我们的话 在我们的家 我们的四周 打造天堂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